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国情会客室》和大家见面 今天请到我的好朋友 他就是我认识多年的霍启刚 小姐你好 会长你好 平时都叫淑姨姐 年纪当然比我年轻 但我们有共通点 你是全国政协委员 我也是 每次开会还住在一起 每次都天平住在酒店 你是搞青年工作 我说过往搞青年工作 其实我们相熟都是在香港青年联会 相识 但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交流一下 我知道你真的是 地地道道的香港儿子 在香港出生 去了英国留学 回来后都参与了很多工作 包括现在还是我们 特区政府委任的 青年事务委员委员 是的 也是全国青年常委 副主席 副主席 刚刚改选 两个月之前 即是你在青年工作 都得到香港和国内的认可 大家都认同你是搞青年工作 我相信你在这方面很有见地 作为一个香港青年 你自己用你的发展的心路历程 可以说一下 刚才淑姨姐都给了大家一个简介 简介 真的我 你说退居二线 我不是这么看的 因为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刚才淑姨姐说了 其实我们最初接触都是青年工作 何为香港青年呢 或者心路历程 可以说经过这么多 其实淑姨姐你说的话题很阔 我相信青年人的特质 特质就是 其实不可以用一顶人 一款人去标签所有香港年轻人 其实香港年轻人可爱之处 或者好之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兴趣 很多不同的性格 很多不同的长处 很多不同的爱好 这些就是香港的年轻人 但是我想概括来说 我想几个特质 我希望可以说 我看到香港年轻人 希望看到什么特质 第一 我觉得真是一个谦卑和学习之心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现在不算清得很清 有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 迈向中年 但是我一直摒持着 我其实看到你 我最近也看到很多不同 比如文化界的人士 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做 我明白 因为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 其实我知道年轻人很有主观 很有看法 很有想法 但是一定要同时间 要有一个聆听 一个学习的心态 因为我相信 无论你看到任何人 其他青年朋友 长辈 家长 不同的人士 你未必是一定百分百认同 大家的观点 但你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心 因为我相信每个场合 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东西 你才可以成长 很难得 是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第二 我觉得有三思而行 我希望年轻人 不是说不能够犯错 谁可以说自己没有犯错 一帆封信 但每件事 走出来或做的时候 都要想清楚后果 还有换位的角度去思考 自己是站在这个位置 我现在这样去做 但如果我做这个 影响到属于你 在你的角度 你会怎样想 我这件事是重要的 可能大家很多观众就说 三思而行 你是不是在说政治的一些举动 政治行动 起码是成熟的青年人 我想未必 政治是一方面 但我觉得很多 其实你做一个每一个决定 都会影响到自己 应当别人 我反过来 不要说政治 我平时有时候去聘用人 或者工作 其实有时候去看CV 为什么那些年轻人 很短时间就转很多份工 其实这个答案不是没对没错 但是你如果选择去转一份工 是不是都想想自己 长远来说 下一个employer 下一个雇主 会怎样想 很多这些事情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 我觉得也是更加重要的 你说何为 香港年轻人 其实 一定要有国际视野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国际视野 不是香港年轻人 而是来自香港的国际青年 我想这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那国际的青年人 除了了解香港之外 需要的是了解国家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 但是了解国家之余 一定要有国际视野 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况 是发生什么事 我毕业之后 或者我工作的道路 除了香港之外 我有什么不同的走的路 可以选择呢 那你回来香港是多少 我回来香港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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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无论语言 习俗 饮食 甚至做生意的模式 习惯 真的要重新学过 所以一个很开放的态度 是需要的 我想这件事 现在应该很熟落 现在比较熟落 太太也是 是啊 国宝也被你挪战了 所以这个是语言开始 从语言开始是重要的 现在跟我沟通 是不是说国语 国语 国语 他也很愿意学广东话 所以我们交叉 他现在说广东话也不错 做了妈妈当然 是 学校全部都是广东话 是啊 现在有些年轻一辈 特别香港 他对祖国和中国的认识 是很疏离 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些误解 你作为在香港上大 在外国读过书 究竟对自己国家的认知 和认识 从什麽开始呢 怎样去认识自己国家 认识 我想第一个心态 我觉得是那句 一定要开放的态度 我自己是这样 我真是这样的想法 我在英国很多年 我12岁就去英国 我回来也22岁 可以说成长过程都在外国 但是在外国 那是否等于我 是认同了外国一套呢 不是的 我那时候在英国 已经很早知道 我一定要回来香港去发展 因为始终 我们在外国人的社会 永远都是一个少数群众 生活上 同学看不看得起你 同学怎样去对你 这种一个态度 第二在职场上 我其实在纽约找过工 我记得有个亚洲 即是中国籍的美国人 就说其实你在银行界才算 他说你是外国人的话 始终某个程度上 都会有个玻璃顶 所以那时候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说到尾 我那时候都知道要回来 所以要认同 认同我回来 回来 回香港 其实真的不懂得太多 一个开放的态度去跑 所以刚才说 不怕跌倒 不怕辛苦 不怕文化上沟通不了 一试而已 这些没什么 哪怕你不要说现在 我想你的感觉更深 当时改革开放初期 你们就去得多 我可能是2000年初 我们都是非常幸违的一代 你看到现在发展的初期 我们看到是发展的初期 我们看到是那时落后的中共 那时我都听很多前辈说 那时六点半后就没有饭吃 灯又不开 天安门面前哪有车 全部都是单车 有一次我和年轻人聊天 我说你不要现在去比较 现在的香港和内地 或者外国和内地 你要看整个故事 过程 改革开放这段时间 这三十年 由钉都不懂自己做 所以其实成长过程不一样 但你要了解 你愿意去听 我知道你除了青年工作之外 以我认知 霍家在体育上 也有参与很多 从你爺爺到现在 他很喜欢 到你现在也是这样 还是奥林克克的香港委屋 体育方面你很熟悉 你觉得香港体育的发展 对年轻人有何好处呢 我想两方面 我想看一方面就是 可能参与者 你是不是想做运动员呢 在这方面去看 现在香港整个 对体育界 或者精英运动员的培训 系统是挺好的 说真话是挺好的 我们是一个700万人的城市 可以说是吧 其实有这样的成绩 是来之不易的 我们好像有几个世界冠军 是 世界冠军不少 最早当然是回归前 李泥山 但是那时候就比较窄 可能项目上是几样 羽毛球 拼球 但现在是劍击 灼球等等 风范 还有当然是单车 等等多了 所以政府的投入是好的 还有我们香港的科研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的运动科学 这方面 所以这方面 如果有年轻人想做运动员 现在所谓的生态是好很多 看院等等 但另一方面 其实你说对年轻人 我想更大的 我而觉得香港是需要做的 一定要是去推动运动产业的盛行 因为现在某程度上 因为你也知道 运动是康民署管的 或者是HAB 所谓的 但是始终是以一个资助模式去做 政府去搞 政府资助 其实钱不少 他们花50多亿 你说多不是很多 少又不是少 但是他们是资助不同的体育运动 可能某程度上他们计算的是 搞了几场比赛 或者是几多朋友 几多市民参与了 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更重要 是不是年轻人可以视体育 为一个就业 或者未来发展的一条道路 这是值得向欧美国家学习的 他们这一步是走得很前 当然香港不能跟美国比 但是这件事我觉得应该做多些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其实很多 譬如读运动系的朋友 大部分都会去康民署做 一些可能场地管理 但是其实我希望可以阔很多 譬如电竞 电竞是否属于体育运动 现在在社会上有很大的 争议 不可以争议 但是我自己看的潮流是在那边 就算FIFA就是世界足协 今年都会推大型的电竞足球比赛 就是这个传统 你说足协是最大 是不是他们收入世界杯最大 他们都要开始留意 新兴体育产业 所以这件事 以这件事为例 我觉得香港可以做多些少 内地已经很大了 这个市场已经是2亿 百亿计 但是香港两年前 特首预留了1亿 去做电竞产业 但是做了完就没了 可能都是不同的 funding scheme 所以做了一些困难 我想困难 当然如果单看香港市场是困难的 不止电竞 我觉得你要发展体育产业 你都要看起码大湾区市场 我觉得香港是有优势 可以做到这件事 但是我们的客人 或者我们的参与朋友 不应该只是香港的朋友 应该是大湾区的朋友 应该是这样去想事情 整个大湾区的地方 你纯粹说七百万人 当然不够了 商业是做生意的 我都维不到皮 所以一定要这样想 我听说你还是维法局的 是呀 新的今年 新不新够不够 现在差不多一年了 所以通过这个平台 都接触很多文化界的朋友 很多文化界的朋友 都多谢你 上次上来 这里跟很多本地的 业余和业余文化界的一份子 业余和专业都是文化界的一份子 你听到很多意见 有很多意见 我想是很方便 在大湾区那裡 大家都希望在文化創意方面 可以和大湾区更多交流交通 其實在文化創意廣東也走得很前 深圳也走得很前 是否在這方面可以多點溝通 可以有更多火花碰撞 其實我可以做到 其實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業餘的歌唱界 那些班組有參與內地比賽 有的 他們很喜歡表演 參加歌唱比賽 還得獎 所以這就是平台 我們希望能踏平台 工聯會和內地工會 經常舉辦一些演出 大家交流演出 他們有下來演出 因為現在疫情不行 但之前他們也有組團來參與一齊演出 我們也想參加歌唱比賽 挺好 體育打一下業餘的球賽 去澳門我們也有 跟他比賽 足球也有 其實我希望以後我們大灣區的交流 是以一個民體為主的主宰 其實最好民體 大家又可以運動 又可以文化交流 交流感情 這很想認識 多謝啟光跟我們說了這麼多的所詳 多謝瑞姐 很開心 未來可能要大家多些合作 為年青人在大灣區也要闖一條路 那天有機會見到很多會友都很開心 一談到大家都不想離開 希望多些機會上來 大家見到你很高興 馬上拉著她拍照 因為你現在都是紅人 不要這麼說 你做了網紅 未到達那個階段 祝你成功 多謝多謝瑞姐 多謝 她是跳水皇后 其實你游泳快還是她游泳快 她游泳不太快 你比她快嗎 我沒這樣回答過